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树 你怎么样 你这个丹炉气灵有些意思吗 大哥 走 可惜你今日护不住你哥哥 现在跪下臣服于我 我倒还可以饶你一命 做我的剑奴 你死 竟就不支持罚酒 够了 欧阳浩天 你已经夺走了千雪的凤凰五魂 这些年我们也一直避着你 你为何还要如此苦苦相逼 为何 只要那个贱人死了 本座才能算是彻底告别过去 涅槃重生 那你是铁了心 要与本生于死往破了 哈哈哈哈 于死往破 凭你也配 从日里那些世家宝贞 请你一句丹圣 就是自己几斤几两了 你只练再多灵丹 才能拯救不了你的废物柱 就凭你这点武道水平 捏死你 轻而易举 天雪呢 你把他藏哪儿了 我们好歹也曾是青梅竹马过 总有情分子 怎么也不出来见见我这个表哥 爸爸 先杀了你 再去慢慢寻了贱人也不迟 不愧是丹圣 精神力果然强大 但有什么用的 需要其表屠巨龙形而已 去 去 去 好 来 咻 谢雪 谢雪 郎君天岁 一愿郎君天岁 二愿妾身长剑 三愿 如同此玉环 岁岁长相剑 不要走 不要走千斜 小子居然敢燃烧命魂 不要命了 大哥 周 阿叔 秦雪 二叔 祖母 秦义辰 秦义辰 你真的愿意放弃丹圣公奴的一切吗 重新开始 难道成圣有什么用 这个世界是无道为尊的 不能废无助既没有属性 也没有武魂 只能眼睁睁看着爱人和兄弟被害 我要重塑无助 我要重塑无助 让无道和丹道一样误入巅峰 为千雪和阿朔复仇 不一切 你作弹 没有 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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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有功能 有功能 不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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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一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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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肆 何人胆敢知乎本生 明慧 让你看着骡子别让火稀了 你怎么还睡着了 妙寒姐 我成功了 这一炉草药本来熬制出的药业 至少能卖十个银币 如今全都浪费了 在庄稼面前 凌家更难翻身了 庄稼 我想起来了 当年凌家被庄稼逼得走投无路 不得不离开玉溪城 还在城外被人攻击 近乎全组覆灭 算了 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 一城来搭把手 帮我把这些废掉的药渣倒了 哦 当年凌家收留了我和父母 妙寒姐 使我如亲帝 我绝不能坐视灵家灭门 我 怎么只有这点修为 对了 这时的我 还只是个小药桶 连五猪都未凝聚 一城 还愣着干嘛 搭把手压 五道一图 凝聚五猪方为五者 再往后 还有五师 大阳师 鞭峰三井 直到神境 我需要尽快重塑五猪 才能找到欧阳浩天报仇 一城 你又逃打了 哦 别别 别打我 嗯 这是在 炼制回原液 这些药草虽然已经烧焦 但还剩下一些药性 承担或许有些困难 只是炼制药液的话 倒也足够了 如今顺无修为 不能隔空取物 当真不变 你怎么可以乱加其他药草 你甚至都没有撑住 放心吧 妙寒姐 我自有分寸 本身都练了一万多年的代劳 只怕趁还没有我的手准呢 你 这药液怎么会如此纯净啊 我们林家最好的大师 连这出的三品药液 都远远比不上 不 整个芸汐城 只怕都找不出 这么纯净的药液 一城 你这是几品的药液 嗯 五六品吧 没发挥好 虽然精神力还残留了一些 但还不够凝聚神珠 没有神珠就无法练丹 而我要重组五珠 必先练丹辅助 所以当务之急 是要提升精神力 一城 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一城 你还没有说是谁 交你面单的呢 还有 你到底拉我去哪儿啊 到了 我们来这儿做什么呀 你马上就知道了 记得林家遭劫 我侥幸逃得一命 如果不是珍宝罗收留 我也无法走上练丹之路 这些妖艺卖给他们了 一来徒逃暴力 二来弄些营币 扭转林家的腿势 三来 逐步和珍宝罗建立合作 换取协修力资源 一看就是两个穷鬼 天王盖地虎 不仅是穷鬼 还是个智障 哼 当年珍宝罗的爱好不是这样 老了 真的老了 那 先入尽头 谁为风 这位贵客 您到底有何贵干 好吧 有些东西要买 二位随我来 这不是林家的大小姐吗 怎么 你们林家还能宽裕到 来珍宝楼买东西 哦 我知道了 莫不是林家账目亏空 要来典荡家财了 钟木乙 你 我说 林妙涵 不如 你跟我回庄家 做我的第四方小妾 到时候 本少爷还会亏待你这美人不成 哎 我不说话 当我是死的 classmates 嗯 string 咱 样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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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凌家的一个家奴 敢来管本少爷的事 一只疯狗而已 妙环姐 别理他 我们走 李妙环 你们凌家是穷疯了吗 拿一瓶清水来珍宝楼脉 小子 你不会想说这是药业吗 我在珍宝楼当了这么多年的餐 我还没见过药业吗 除了真正的炼丹师 没人可以将药业提炼到这种程度 可若是凌家供奉有真正的炼丹师 人家好好的丹部炼 给你们炼制药业 李妙环 我看你今日如何收场 再敢废话一句 本圣先废了你 小子 你是来消遣我珍宝楼的吗 还想在我珍宝楼里 惨凶闹事 小青啊 你跟在我身边这么久了 难道连这点眼光都没有吗 什么阿猫阿狗都带过来 你确定不说吗 你在教我做事 何事玄华 还有没有规矩了 李老 您怎么出来了呀 怎会如此 我早说了 凌家只会炼制垃圾药业 来人 把这两人给我撵出去 慢着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 售卖六品回云业的贵客的吗 什么 六品 我没听错吧 天哪 真的是六品 这怎么可能 这玉琪城内 根本就没人能炼出六品药液 你在怀疑老夫的判断 老先生眼光毒辣 还请将这药液还我 这药不卖了 小兄弟不要说笑 你来自 你来自 不正是要出售这药液吗 是啊 本来是要卖的 但是 有人故意不收 我只好去别家问问了 小子 你不要得寸进尺 小子 别原弄了几瓶六品回云业 就能在珍宝楼乱来 黎老 我看就该摔两个巴掌 让他清紧清紧 闭嘴 小兄弟 这回没人阻碍你卖药了吧 你开个价 这药液我珍宝楼全收了 黎老爽快 我就爱和爽快的人打交道 我 我是不是错过了几百万啊 一点药渣 转手就卖了三百银币 那这么些年 我们倒掉了多少钱啊 药渣自然是不值钱的 值钱的是药液 嗯 说好了 一辰 你太厉害了 以后我们把回原液 都卖给珍宝楼 这样就能挣好多银币 林家也不用为了生计理 开玉西城了 不用我们去卖 他们一定会找我们 林家不离开玉西城 也就不会在城外遭到伏击 现在 就看凶手能不能承得住气 你这个老东西 我新收的六品药液 嗯 一老 秦城的六品回原液 生效需要半盏茶的功夫 但是这瓶回原液 不过二十几便开始发挥效用了 什么 这确实是我林家的小药瓶 但林家却无人能够炼制 六品回原液 六品回原液 离管市找一尘 是不是找错人了 林家却无人能够炼制 离管市腿脚利索呀 这么快就到了 呀 放肆 小兄弟 我们又见面了 小兄弟 珍宝楼的管市 和一尘成兄兄到底 韩儿 珍宝楼的大师 问回原液的来源 到底怎么回事 父亲 那些药液是一尘炼制的 卖到了珍宝楼 小姐 我家一尔 哪里有这样的本事 这可不敢乱说呀 真的是一尘炼制的 莫发是 林小姐的意思 这位小兄弟 是位炼丹大师 小兄弟 老夫实在不相信 你能在这个年纪 炼制出六品回原液 可否去炼丹房露一手 让老夫也长长见识啊 这又何难 只是 法不可清传 你想长见识 拿什么来换呢 法不可清传 你想长见识 拿什么来换呢 老朽 想和贵府 做回原液的生意 自然要亲眼看到 林府之人 将它炼出来 既然如此 两位 你们请回吧 一尘 小兄弟真乃性情中人 如果确实是你所炼 珍宝楼愿意 加价一成收购 你看如何 加价两成 否则 灭盘 可以 奇怪啊 它怎么连秤也不过 药物分量 差之毫里 并会导致炸炉 出入门的学徒 也不该如此无知 这小子虽然一通乱抓 但似乎不多不少 我们继续看看 后生可畏 这是用精神力催化药效 灾大师 你发现了没 他的精神力十分绵长 而且操控精神力的手法 十分细致 确实如此 排到萃取药草的阶段 居然有了药香 子子年纪轻轻 炼药天赋却这般强 若非亲眼所见他炼丹 怎会相信 这是天地临终 快要凝月了 怎么才沸腾了这么一小会儿 快叫柴火 不要功败垂成了 何须多此一举 你炼丹之石 你怎么能分心 我炼完了 方才炼丹消耗太多 我的精神力还远远不足 我到百息炼成一炉药液 这怎么可能 这药液品质极高 如此短的时间老夫也炼制不出啊 小兄弟 不 秦公子 我真保楼愿意重金香药 请你成为供奉炼药师 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没空 师父嫌我修炼蓝散 责令我尽快晋升炼丹师 否则便将我逐出门墙 那师父一定是个大人 就算不交好 也万万不能得罪啊 亲公子 我真保楼近日正在筹备一场拍卖会 收购到了几样提升精神力的灵药 公子可有兴趣 那药开始什么药了 都是上好的灵药 养神花 火残藤 还有少量的陀罗花 陀罗花 日后炼丹增强精神力 正好急需此物 不过那些灵药可不便宜啊 只火残藤一样 就少说只几千银币 礼馆师既然诚信而来 我自然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不知这回元叶的改良配方 值不值这些灵药 他们就这么走了 雨晨 你也太厉害了 还有 你什么时候拜师了 你怎么脸色这般难看 躲得了一时 躲得了一世吗 救命啊 快跑 追啊 别让他们跑了 别让那小子跑了 追 别跑 别让他们跑了 快追 快跑 别跑 爹爹 上一世凌家遭难 我绝不允许悲剧重演 二叔 躲得了一时 躲得了一世吗 我的好二叔 这些年我们找得你好苦啊 你 你认错人了 二叔 你不认我没关系 但是老爷子思念成疾 你也不回去看看吗 老爷子 老爷子怎么了 老爷子危在旦夕 回不回轩云城 二叔自己看着办 侄儿只在城外驿站 等你两日 哼 爹爹 究竟发生何事了 方才那日喊你二叔 你还小 这事儿 你就别过问了 我已经长大了 况且一辰现在这么厉害 爹若说出来 说不定一辰有办法呢 唉 刚才那个少年的父亲 是我的义兄 林傲晴 他从小就很优秀 深得父亲器重 我也很信任他 然而 他却利用这份信任 设计于我 你这不成器的畜生 平日不思进取 还敢在家族大笔上作弊 重伤了这么多宗族兄弟 父亲 我没有作弊 还敢狡辩 从今日起 你不再是我 林华荣的儿子 我知道他是为了家族之位 这才设计陷害于我 而我本就无心于此 也不愿林家内部再起争断 所以多年来一直避着本家 现在老爷子病危 我得回薛云城 家族隐姓埋民多年 却还是让你大哥找到了 只怕你大哥别有用心 此时不宜轻易出城 必须谋定而后动 那 依你看 不急 我先去一趟珍宝楼 再做打算 我原以为 新年的面文惨破 是庄家所为 现在想来 庄家没有这么大的能量 也没这个必要 行此灭绝之事 若是轩云成 三大家族之一的林家的话 就说得通了 当年他们一直潜藏在暗处 尤其终于忍住 找上门来 这几十年 我爹为了林家当牛做马 老东西却一直念着 他这个二儿子 不肯将家主之位传给我爹 如今老东西已经昏迷 但家中那几个长老 一直说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那便成全他们 给我盯紧林傲天一家 是 秦公子今日怎么有空 来我珍宝楼 可是又看上了什么 不知轩云成林家 有没有兴趣 再往上逗一逗 众所周知 珍宝楼之所以能在玉溪城 办得如火如荼 背后靠着的 正是林家这棵大树 不知秦公子有何高见 李管事既然能身居管事之职 想来在宗族里 也举足轻重 可曾听说过 当年轩云成林家的一桩丑闻 难道林家主师 不过林家 叶家和李家 同为轩云成三大家族 彼此之间井水不犯河水 林家之事 李家不便插手 我这里 还有两张师傅给的单方 品质功效 不舒纳会员业 如果李家有了如此单方 势必能在轩云成更有作为 不知这样的诚意 李管事 以为如何 我只求李家 庇护林奥天一家 这也没有打破 三大家族表面的平和吧 老夫深知秦公子 和令师在丹道上 颇有造诣 但如何让李家之人相信 这 你将我炼制的回源业 带回李家 李家单师 自能分辨 好 老夫即刻回禀宗族 还有一事 我眼下有些小麻烦 想问李管事 接两个高手 莫不是 这都两天了 林奥天怎么还没有动静 那两个废物死到哪里去了 林时俊 你在等着两个狗腿子 给你报好消息吗 你 你是林奥天身边的人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杀我薛云成 林家的人 你父亲忘恩负义 陷害我家主在先 你们埋伏在此 企图杀人灭口在后 以为我们会坐以待毙吗 你要做什么 我先送你上路 日后再让你爹去陪你 给我上 大师救我 不 别 别杀我 别杀我 总族那边已经有了消息 已经允了秦公子提出的合作 无日就会派人来接你和家人 入轩云城安置 李元爸 李家家主的二弟 没想到前来接应呢 居然会是这种 这次可是未来的武圣 一禀霸王锤 万夫莫当 还好我记着一套武器 那便提前给他 与之交好 共同应对林家 小子 看爷做什么 大哥子 我传你一套武器如何 也算愁你护送我们去陵府 先别急着拒绝 你先看看 只怕你看完了 舍不得还我 什么好东西 爷才不稀罕 好 这武器够痛快 够霸气 也喜欢 小子 你这武器还有后续的 对不对 大哥子 瘫多嚼不烂 等你将这几事吃透再说 哈哈哈哈 好 好小子 以后在这薛云城 也臭你 哈哈 想必这位就是秦公子 林某 已恭候多时了 哈哈 李家主客气了 秦公子远来辛苦 我们还是 进府内说话吧 嗯 爹爹 你和林伯伯他们去安置 我一会儿去寻你们 这便是在下承诺的丹方 回源丹和汽血丹 啊 密友 密友啊 如此珍贵的丹方 想必是尊师赐下的吧 敢问尊师是哪位 隐士高人呢 我师父云游四海 不让我提及他的名贵 嗯 这 秦公子 这两张丹方我李家记忆收下 合作之事只管放心 秦公子 先前送来的药业 当真是你亲自炼制的吗 啊 如此 阳大师可信了 我不急 秦公子 不 秦大师 爹 爹 你来得正好 这位是秦大师 今后会在我们府中住下 你带大师各处转转 秦大师 有这么个小屁孩 也叫大师 燕儿 不得无力 向大师道歉 燕儿小姐 在下请逸臣 小姐叫我逸臣就可以了 看在我爹的面子上 我带你逛逛吧 哦 哎 真有着事 这就是我李家的炼丹楼 没见过这么大的吧 你真是我爹挂在嘴边的 那个炼丹大师 在下尚未宁炼神珠 实在担不得大师之名 是李家主过誉了 看你也不像 林燕妹妹 萧大哥 萧大哥 是萧大哥来了 萧大哥年纪前轻 就已经是炼丹师 是轩云成数一数二的天才 帝城大哥 林燕妹妹 这位是 他呀 他是我爹请回来的炼丹大师呢 这么个小孩还大师 让我来教训一下他 小兄弟既然是家主 请回来的大师 那正好 在下炼丹也略有一些心得 想像大师讨教一样 你没有那个资格 我虽不才 却也在十八岁时正式成为炼丹师 如今 炼丹经验也有一年 不知这位大师 又有何成就啊 我还不能炼丹 不过 我随手练了两炉六品药液 就被李家主请来了 六品药液 这小子真敢说啊 我看他是脑子瓦克了 六品药液 大师不愧是大师啊 这空口炼药的本事 历程自愧不如 堪拜下风 你搞什么呀 要顶内是废业 你快换一炉 叶尔小姐 无妨 大师就是不一样 庆喜好炼之废业 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 怎么回事 三种颜色 这 难道是阮瑞大师说的 两流三分吧 这 好了 怎么会这样 这染上水药液 没有一点药质 这 这至少是五品的药液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非夜怎么能提炼出 五品药液 而且速度这么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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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业如何提取成药液 啊 一定是巧合 何须大惊小怪 这只是最基本的两流三分法 多学习 多看看古籍 不可能 这种古籍的手法 连我也不会 这个穷小子 他凭什么 嗯 我听阮瑞大师说 做到两流三分法 需要十分精准的操控精神力 他能将药液中的杂质分离 他居然做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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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燕儿小姐 相信我不是骗子了吧 哼 你刚才爱说自己担不得大师之名 分明就是骗子 好好好 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只要燕儿小姐开心就 秦大师既然入了我们礼服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你有什么需要帮忙 尽管找我 燕儿小姐 刚才炼药消耗巨肾 我需要找个房间休息 好嘞 我送大师 大师这边请 大师当心门口 大师喝茶 大师当心闯言 我想请大师教我如何像你一样 十分精准地操控精神力 若非我这万年神石尚在 也不能如此随心地控制精神力 啊 我若说 并无技巧 而是顿悟呢 小气鬼 你是不是耍我 奕晨 我们在房间里 干什么 秦奕晨 你个化新的家伙 这才来到李家军开始捏花惹草 啊 嗯 嗯 妙涵姐 误会 都是误会啊 燕儿小姐 快帮我解释 是她欺负我 哎呦 我们身上 我 啊 屏主上 俊少主死了 死在 玉璽城外的衣宭里 啊 林奥天 他们也来到了轩云城 住进了李家 林奥天 好一个霸王锤 如此霸道的武技 即便我李家也难以寻到 这真是秦公子所传 那小子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这霸王锤太适合爷了 哦天兄 恭喜你得此粮助啊 还须李兄多多相助 秦公子初入眩云城还不熟悉 你这几天就多陪着秦公子走走 好嘞 正好我也想缠着那小子 给出霸王锤后面解释 这茶楼是叶家的产业 说不定会碰到未来那位 叱咤王国的商业巨头 如果能联合他 对抗林家 也就有了多一份把握 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啊 大个子 你长大了要提防女人 越是好看的女人呢 越凶 我不需要女人 我只需要霸王锤后面的几事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 我需要找一个人 臭丫头 你以为躲在这茶楼里就没事了 你那毒鬼爹还不上我的钱 早就把你卖我了 本少爷 我 我会赚钱还你的 少跟本少爷废话 本少爷劝你认清现实 你要是乖乖跟本少爷回去 还能少受些苦 曾经 马上当你的狗 滚出叶家茶楼 否则 我叶良辰 有一百种方法 让你生不如死 叶良辰 大家都是做生意的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你不会想坏了这个规矩吧 我良辰就是规矩 滚就一个字 我不想说两次 叶家的生意做得很大 和擅长炼丹的李家 以武为姬的林家 投为轩云城三大家族 三大家族中林家最强 李家次之 但最末的叶家同样不好招惹 还想在我良辰面前装插 简直不自量力 小妹妹 你脸上的伤没事吧 要不我找个医师帮你看看脸 你看看你 这小身子骨太弱 才会被人欺负 学学我良辰 看看这肌肉 谁敢这么对我良辰 李大猛 李大猛 你放我下来 你究竟要干什么 带你先个人 西游此理 谁有这么大面子 要本少爷亲自见 难道他不知道 自己来找本少吗 我问你意见了吗 在本少的地盘上 没人敢强迫本少做任何事情 来人啊 救本少 李大猛 我跟你讲 我叶良辰是文化人 你 大哥子 你先去外面候着 碧人 秦逸辰 秦逸辰 你就是李嘉勤来的炼丹师 到时候我想象中不一样 夜少真是耳聪目鸣 我才来轩云城不过两天 夜少就知道了 小子 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说法 不然的话 我良辰有一百种方法 让你走不出这里 也好 那我就开门见山直说了 夜少 有没有兴趣与我联手 建立一个商盟 小皮孩 做梦 回家去 我没工夫陪你浪费时间 夜少说笑了 初次见面 这是给夜少的见面礼 夜少不妨看看 再做决断 这是 这是 左右 恭喜少主寻得良方法 好一个秦玉辰 果然有点本事 你小子怎么设这么多 又要去哪儿 要不是看在功法的交易上 咱们只有交易 没有交情 没 这个李家的满汉 来炼丹师公会做什么 谁知道 反正这么多年 也没听说过 他有炼丹方面的天赋 说啥呢 小心俺把这给拆了 小子 咱们来这儿做什么 李叔叔 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呀 琼儿小姐 还是这么漂亮 琼儿小姐 可是我们会上的孙女 身份尊贯 不是你我能想的 小巨女 俺是陪这小子来的 原来如此 这位小兄弟是来听讲的吧 我是来考取炼丹师资格的 哦 真的假的 不会吧 这少年和我一般的 竟然说要考取炼丹师资格 只有过取炼丹师资格 才能获得在丹阁挑选丹炉的机会 而阿朔寄生的小丹炉 就在此中 只有用小丹炉 才能炼制出陀螺丹 有了陀螺丹腐众 我便可凝聚神众 增强精神力 炼制更多高品阶弹药 谁呀 这么狂 敢在我心爱的琼儿小姐面前拖大 给俺滚一边去 李渊霸 今天没有带大武士来 好盼不知眼前贵 我突然腰疼 先到一边休息会儿 好可惜 好可惜 真是 父亲说 李渊霸接二叔他们到了李家 让我留意一个会练药的少年 难道 就是这小子 小兄弟 修行一道 最近浩刚勿远 你如今尚未在石海宁练神珠 怎么考核 据我所知 炼丹师公会并未规定 没有您练神珠者 就不能参与考核吧 这小子狂到没边了 凝聚神珠之前的那点精神力 怎么够炼丹呢 对啊对啊 炼丹师公会内不得喧哗 路上 一尘用点力 脑药也有不少学问 除五分 搓三分 揉两分 小子记住了 多谢柳大师指点 哦 是你小子 听说你想把我这拆了 是你想要考虑丹丹师 小子 见过柳会长 我炼丹师公会 并不限制任何人参加考核 不过 如果一次不通过 三年内无法再考 你可要想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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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